枪枪三人行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李梅锦教授 著名的犯罪心理学家 还有我们的 我的记者朋友 傅建峰 我们听李老师 跟我们这个砍了两集 觉得真的是 讲得非常好 你是研究犯罪心理学 研究了30年 那一定接触过很多 这种恶性杀人的 所以咱们老觉得 就说不能理解 你接触这些人 他们有相似性吗 这些个杀人的 有些人说句实话 我都想隔个杀 杀他来耳瓜子 为什么 有这样的 就特别可恨 你比如说 这个曾经有一个 系列强奸杀人的 一个犯罪人 他自己生活条件很好 然后当我问他 我说你这个行为 你为了几分钟的快乐 你把一个 可能是一个母亲 也可能是一个女儿 你就这么轻易的 把人了断 我说你不觉得 你太残忍吗 他说什么 他命中就应该是 逢我客的 所以我真的 那时候我真的就想 这种人就没法 跟他交流 他是神经病吗 不是啊 他过得很好 他自己还有家庭 有妻子 有老婆 过得很好 这是一种 当然还有一种的 就是你看现场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人 真的很可恨 包括马家军的现场 也是这样 打开一个柜子 一具尸体 打开一个柜子 一具尸体 我跟你讲 警察和这个 就是检察法院 不同在哪 我们大量接触被害 对 所以当你接触被害 尤其接触现场 比如有一个警察跟我讲 他说我见那么多现场 我都已经就是麻木了 但是有一次 我看到一个现场 一个四岁的小孩 蜷缩在那里 他说我一个星期 吃不下饭 那真是 所以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犯罪的那种憎恨 就是确实是 因为你是两头 所以我们和律师和不太一样 因为律师他只要就看到可怜的被告人 那么但是你研究这个犯罪的时候 你见到他本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也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就刚才我讲的有些犯罪人格的人 你比如有一个犯罪人 他的特点是什么 他作案是属于先杀后奸 然后还在墙上写字 就是对社会写的恨社会等等 那么后来我见他 他才一米五九 这个儿很小 那么当时我们分析这案子 他们就问我说 这个人是不是变态 我说不是 因为从他尸体上来看 没有变态的行为 他就是一个性情害 他们就问了 那为什么先杀后奸 我说一定是这女的活着 打不过 所以就这点我分析 这犯罪人格小 抓着他就是一米五九 那么这个犯罪人 你再跟他聊 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一米五九了 他妈妈是 就他爸爸是一个 首先有问题的人 就是说他又抽烟 又喝酒 又赌博 然后还经常不回家 一赌博 经常就一宿就不回 然后这种人 肯定找不着对象 最后没办法 就找了一个精神上 有点问题的一个女的 然后生了这么有儿子 这儿子很聪明 结果妈妈是经常就 游走了不回来了 然后爸爸还是不回家 他从小奶奶管了一段时间 他最感情深的就是奶奶 但是奶奶八岁去世了 我问他小时候 这个亲情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 他当时十岁就流浪 到外面广州警察把他收容了以后 给他家打电话 他爸在电话里说什么 是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我反正不去接 这孩子当时就听到这话 警察说你们家怎么这样 然后后来我让他回忆 这段时间他就讲 他说我有一次发高烧 我烧子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 奶奶背着我正在爬山 就带他去看病 他说下大雨 再醒来的时候 就我们俩一块从山坡上滚下去 奶奶已经七八十岁了 他说我到现在这副发明 他说到这时候 他自己就已经眼泪都要出来了 因为犯罪人很少在我眼前的眼泪 当时我听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脑子在想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当人在弱小的时候 没有被善待的话 你怎么能指望他大了 会善待这个社会 善与恨 其实我觉得都是相互传递的 如果善相互传递 对 犯罪人格是怎么出来的 就是这样 就是他从小这个挣扎 因此我就讲到 对未成年的保护 我们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有个未成年保护法 但事实上我们怎么去做 操作方面 还有真的是漏洞 这个国外法还有研究 这种犯罪人格 跟基因跟遗传有关性 有啊 这是刚才我提的第一类 反社会人格 也就是最早 我们有一个学者叫龙不罗嗦 他提出天生犯罪人 天生犯罪人什么意思呢 他不是拍拍脑袋出来的 他是个军医 然后那时候监狱里 经常有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犯罪人要执行死刑 要找个医生来验身 他就干这活的 但是他是医生 他特想找这 就像我们一样 想找样本研究的人 然后他跟这个行刑官说 这人反正死了 也没人管 因为犯罪人们还都很恨 家人都不想要他 说我能不能先做个尸体解剖 你再埋 那行刑官说好 你就研究吧 让我支持你 他这样解剖了三百多具尸体 最后他出一本书 叫犯罪人论 其中就谈到了犯罪人的一些 生理上的特征 包括卢果 就是中国不是有面相吗 有那个头像 卢像吗 这个刚才李老师说的 这个天生派在里面 卢像他也是有研究的 那就是说人类当中 有些人 他天生就是要犯罪的 对 龙布罗斯由此提出一个观点 在他之前 是著名的古典形式学派的代表 什么贝卡利亚边信 他们那时候认为犯罪是理性的 是任性的选择 是追求快乐的表现 他告诉我说 不对 有一部分犯罪人 他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他就相当于一头野兽 走进了城市 你亮着红灯 对他是没有意义的 他是觉得这红灯没有意义的 他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所以这类人叫什么呢 他说天生犯罪人 那么这个天生呢 在我们来看呢 当然这个话呢 是早期的学者 从心理学上的解读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知道 人当中的有一种现象 叫做痴呆或者弱智 对 这是什么问题呢 遗传 还有呢 比如工伤 大脑炎 摔坏了 那么但是我们知道 心理上 这个人天生的有一种能力 叫情感 可是有一种情感 刚我讲的后天抚养 是很重要发展的情感的 可是也有一种人 跟这个弱智是一样的 他是完全没有 这个情感的能力 就是说白了 你对他多好也没用 他都是冷漠 就我们有一句话叫白耳狼 是 白耳狼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对他多好都没用 那么这种人 你就会发现他有什么特点呢 你无法用人最基本的东西 来制约他 什么呢 就是情感 我们知道 人和人制约的力量 有很多种 比如拿钱控制你 戴手铐控制你 拿什么职位控制你 但真正什么都不要的 控制是什么 那就是爱 为了爱 我为你情愿做所有的事情 所以这个爱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控制力 比如说对母亲的爱 我们发现 很多犯罪人他可以犯罪 但他对母亲非常有情感 那这就是非常重要的 你比如说北京 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件 白宝山 白宝山当时四个警察去抓他 他本来想掏枪的 结果呢 他妈妈进来了 后来他讲的话是 要如果不是我妈进来 你们都完了 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母亲的一份情感 救了我们四个警察 所以什么叫天生犯罪人 就是他对母亲 都不能形成情感 那就是大脑里根本就有问题 比如那个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件 吴洛普被绑架 吴洛普对对对 那个主角那王立军 不不说错了 王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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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他就讲了 他在监狱里 他出了想大干一场 但是他说了 我要这么干 我妈肯定很痛苦 所以第一个念头 是我出来把我妈先杀了 叫他不知道痛苦 这样瞬间 瞬间不知道我就能放开了 所以科学家 这就是天生犯罪人 天生犯罪人 研究就包括他们的脑波 都是不一样 听说他们的智力好 都是停留在十岁左右的智力 反社会人格 但是他可能在实施犯罪计划的时候 又表现得有智商 智和情是俩问题 智商的就是恰恰反社会人格 都极其聪明 他不光聪明 他还能驾驭别人 所以反社会人格 就是带有团伙的 比如张军那个案文 你知道吧 918常德的抢劫大案 张军也是这种人 王丽华是这种人 还有石家庄爆炸的金如超 所以这种人是指什么 他没有任何一个朋友 他跟谁都不在乎 他没有情感 但是他在做自己的事情上 绝对非常到位 所以这种人是一个天生的犯罪人 非常可怕 这完全没法防范 这种人活在社会上 我的观点是 这种人只要一发动第一次犯罪 就一定要长期监控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提出 要做犯罪人的心理评估呢 就是每一个犯罪人 当他一旦进入到我们公安 检查的法院的范围 你就要有一个评估 如果这个人是属于 因为我们的判刑是罪行法定 但是有些人 他可不是罪行法定的问题 也就是他这个人决定 他是不甘寂寞的 他是不甘现状的 不甘平淡的 他一定要做大事的 张军和王立华都是这类人 所以这种人一旦进入到视线 就要长期监控 否则他要失控的话 那对社会危害极大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峰 李老师 就是您刚才说了很多 就是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案例 并且我觉得你其实在研究中 我感觉到你有一种慈悲心 就你会用一种很慈悲的方式 去看待这些人的犯罪 就这是给我的感觉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自己做记者就会有种感觉 就是接触到太多的这种阴暗的案例的时候 其实会让自己很不开心 那么你就知道那么多犯罪的案例 特别是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 一些可恨的人 甚至想算巴掌的人的车 我觉得地理的心理会有很有影响的 那么你作为一个心理学教授 一个犯罪研究的教授 你怎么能化解 您的心理怎么能维持这场呢 很多人给我提过类似的问题 我觉得这样感谢于我的早期的学科背景 我学哲学出身的 我学哲学 而且我毕业论文写的又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观 其实我认为认识问题的思维 它是涉及到一个层次的问题 就是我们一般的认识问题 都是从空间开始的 而最优秀的思维是长度 是历史的思维 是时间的思维 所以我在研究心理当中 有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很多时候你通过一个案件 你可以看出一种人生的迷失 当然有些是看出社会问题 我为什么我不愿意 简单的谴责社会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把人的问题 把自己的问题搞明白 而且我在这也想说一点 就是我们有些很多的 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都去斥责这个社会 我个人观点 社会实际上是很抽象的一个东西 是你我他形成的一个平台 所以你如果斥责这个平台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应该是我们大家都小心翼翼的 来维护这个平台 而不是我们大家都斥责这个平台 因为你不可能拔了自己头 把自己拔出这个社会去 所以我们真正要去研究的是 我们每个在这其中的人 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你要把他伤害了 你为什么不好好的自己过日子 或者你为什么不帮助他 你不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 我在研究这个过程 我会发现人这一生 实际上你要看一个点 你就会被放大 但是如果你要跳出来 你看一个长 就是人生 你就会觉得这事就明白了 对 站在一个长的 怎么说高远的角度上来看待 对所以我觉得犯罪心理 实际上就是人生的一种迷失 这样你要是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有时候跟犯罪人谈话 也谈这个问题 我说如果你早十年见到我 你可能就不是今天这样子 有些犯罪人自己也说这个话 我跟他 我几乎有的犯罪人 只要我觉得这个人还有情感 我都要去做一些他的工作 就有希望 对有些犯罪人确实告诉我 比如我告诉他 一个人吃的苦和想的福是等同的 你不吃这个苦 你就想不到福 我说你比如早年上学 这个苦你不吃 你后边一定找不着工作 对 所以后来有的犯罪人 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真的听你这话完了 所以说你看 就是碰见很多这种 极端的恶性案件 我都是认为 人类当中有一些人 是我不能理解的 但是李老师这个工作 就是设法去理解他们 可是因为这个 你看我们也知道 我觉得你也可以聊聊 他也是被受到很多非议 社会上 我也丢 李老师有个误解 是因为最著名的 耀嘉欣的钢琴手 是吧 你当时为什么对他有非议 我的这个非议 其实就是从网上那篇文章来的 就是说那个 因为李老师以前 其实好多观点 因为我自己是学法律出生的 我觉得是 我是赞成的 但是耀嘉欣那个案子 当时您说 这个 就是BK过程 杀人就像弹钢琴 就是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 我觉得这个话 怎么能这么说呢 但是直到后来 就是耀嘉欣这个案子 放这个时间的跨度里面 包括耀嘉欣执行死刑的过程 我们以后来 去做了这个了解采访之后 然后回过头来 凯林老师这个分析 我冷静的 把那个很多文章搜索出来 包括把你的视频 全部看完之后 我才知道你说的 不是这个意思 你被误读了 那么就是我也问您 您就是像 像您内心深处 对耀嘉欣会有同情吗 我刚才曾经说过 我说过就是对所有大学生犯罪 我都会牺牲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这个世界当中 最珍贵的就是天赋之才 比如翡翠就是天赋的 对吧 这个珍珠也是天赋的 尤其天然的 那么人天赋之才是什么 就是他的智力和能力 超出很多人 因为马家学非常聪明 耀嘉欣他练琴练到这一步 那也非常不容易 所以只要是大学生犯罪 在我心目当中都是 因为我是当大学老师的 所以我首先对于犯罪人 我很多时候都会很为他们遗憾 因为我觉得 如果他们不走上这条道 他们可以为这个社会 做出很多的贡献来 而且这种才有的时候 不是培养的 从我们心理学院研究 这个智力的才是天赋的 这个技能的东西才是后天 那就是言语是后天的 对吧 我们很多都是写字 都是后天的 但是你那个解数学 你那个绘画的那种线条感 这些立体感 这是天赋的 所以当老天造了一个 很优秀的人的时候 他用这个去犯罪了 这真的是我认为 世界上最大的遗憾的事 但李老师 我跟你刚好不一样 我是做记者的 我采访的很多是底层的犯罪 我觉得 就是说 我觉得大学生犯罪 很值得同情 但是很多底层的犯罪 其实也非常值得同情 因为他们本来就缺少关爱 然后可能有很多的不公正 压在他们的身上 然后这个时候 他们爆发出来了 一方面 就是他们确实很可恨 但另一方面 我觉得太可怜 有时候会觉得 我们这个社会 亏欠他们很多 你比如像农民工 小贩 犯罪 对 它是有个社会背景 你说的 对 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矫正 对 我有的时候 确实有这个偏差 但是我也是 刚才讲的 就是接触很多的底层 接触这个底层 我有时候一个感觉 是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它实际上刚才我们讲到一个遗传的问题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我记得马家绝案件的时候 有很多大学生当时骂我 说给你十块钱 在校园里走一走 你就知道贫困的滋味了 我后来给他们回话 就是这样 我说 如果你们再去看到 没有天赋之才的这些人 在没有很好的家庭背景 和能 就是其他的社会资源的时候 他们要比那个十块钱 校园里走的大学生更可怜 所以你刚说这个 是确实我 但是我有这个 其实我很在乎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对社会底层 因为我接触犯罪 能接触很多这样的人 有的时候你看这个犯罪人 你就会觉得他很可怜在哪 就他连这天赋之才都没有 比如我曾经在浙江 遇到一个系列兼幼的案件 很可恨他哪 他把一个女孩肚皮剪开 这个女孩当时肠子膨胀 八个小时被家人解救 还活下来了 那么后来这个犯罪人 抓到他以后你会发现 他长得就很畸形 就是一看 就是不是忧生忧郁的结果 然后呢 他住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那个山底下 搭了一个棚子 他就住在棚子里 他的姐姐结婚了 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他上不了学 上到小学三年纪就不上 他上不下去 他学不懂 然后他用什么生活方式呢 就别人让他干点什么活 就干点什么活 可是他到了成年人 他有男人的要求 对 所以他只能欺负比他更弱的 因此他就选择中小学生 而且就是做了很多的案件 所以有时候你遇到这种人 你的一个感受就是 确实他们很值得同情 那么同时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呢 我也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 怎么样的来 包括我记得商洛吧 曾经有一个 最早我记得八十年代吧 一个侏儒嘛 杀了大概四十多个人嘛 是是是 也是这样啊 就是他就是这些人是很可怜 但是我觉得 这确实我们社会怎么去做的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就是人不是生而平等的 是吗 人真的不是生而平等的 就是从体制上到地位上等等 这种人基本就一个方式 就是你把他养起来 所以要不是不忧生忧郁 这个问题就是 而且这部分人在社会犯罪当中 就是在犯罪人群当中 至少能占到百分之十到二十 对这么高 这么高 你到监狱里去调查 我不认识字 这个我这个没上过学 或者我上上听不懂 那钢笔都不会拿 就是很多啊这样的人 我见到很多 所以你对他们除了同情之外 你没有别的办法 你当时就在想 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 扬起来 扬起来还有一个 他的精神的问题啊 性的问题 性的问题 他们有性的要求 真是啊 其实我看很多就是 你看包括那个同学 大学生投毒的那个 我怎么后来在他们的日志里啊 都发现找不着女朋友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包括那个韩国的那个 性格确信 这个性就是好像 表现出特别渴望 找女朋友 但是找不到 你知道男人这个问题 失败在哪吗 教教我们 我曾经概括过 男人吸引女人的 这个几个角度 第一长相 这个第二呢 你长相不好不怕 像沈阳长的一般 赵本山一般 你只要能说会到 第三个有钱 不说了 第四个有权 最后一个 就是如果这些四个 你都不具备 你有情有义 什么叫有情有义呢 就是你待人实在 你能吃苦 能为人付出 那么这种男人 也会有人爱 那什么人最糟糕的呢 就怕自恋的 就是前几个都没有 然后又特自恋的 他自尊心很强 他很要强 但他能力很低 他实现不了的时候 他很愤怒 这个时候这个男人 就很麻烦了 所以这也是一类 取到真经了 所以我就说 男人长得丑不怕 你一定要肯吃苦 对对对 肯吃苦 这说的对我们男人很有用 枪枪三人型广告 我之后见 好的 对 这李老师啊 这讲得很好 但是呢 我想问问你啊 平常经常在网上 因为你的言论 遭到非议 你对这个网络环境 有什么感想 我是 因为我是一个学者吧 可能我的想法就是 只要你自己的内心 这个纯净 真的就是内心 这是谁的一句话 就是 也就是说你 第一你相信自己的研究 第二呢 你觉得你研究是否真的 就是不是有任何私利在里面 如果我没有私利的话 我真的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角度 在说话的话 那别人的误解 你不要怕 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元的 但是您比如说 您会比如说反思 好比说 比如说当时 要加心的这个理解 您今天认为是错了吗 我是对你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我 我是因为研究心理学的 我认为吧 人的心理的痛苦 很重要一点在于 他只能认识外界 不能认识自己 能认识自己的人不痛苦 那么我当时这个案件呢 刚开始也有点郁闷 那么我自己后来采取的方法 就是什么呢 真的认真反思 我反思完以后 当时我也看到网上一篇文章 就是语境的问题 我后来当时写了一篇博文 就表示赞赏 我认为我在这个案件当中呢 我走了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思路 而忽略了老百姓的感受 因为我研究的犯罪多了以后啊 你就会对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有一个区别的 比如这个犯罪人和那个犯罪人 你会知道哪个更可恨 哪个稍微还有点可可怜 或者甚至有点可惜 那这个我的这种感受呢 可能跟我专业背景有关 但老百姓不管 因为他行为确实很恶劣 对吧 你把人撞伤了 你还扎人 所以我反思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没有真正的去 研究公众的心理 我只研究了犯罪人心理 所以这就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在这 你有一个话语权 你没有说出大家的想法 你只说了你自己的想法 所以让大家对你有意见 这是正常的 但我也不懂 就是他说这个咬八道啊 就像是因为谭钢琴 就是做出了这种动作 为什么这个群众就会有非议呢 就很不高兴了 这个如果我从当时的一个媒体人 一个人的感觉来说 因为我们会觉得 邀家庆这个事情上非常的恶性 是吧 那么这个杀人就像弹钢琴 这个感觉就是好像 自己为邀家庆变护 这个是大多数公众 从传播学上的角度来说 可以引起大家感感 从回头看 这个事就是等于不完整 我只说了其中一段 如果我把前后话都解释了 大家就可能明白了 可是我后来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也就没法弥补了 但实际上还是跟弹钢琴有关 你觉得 接着为您播出西安罗关文明骑士录 而不是分析动机 对